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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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10月12日就是我們全國大賽G1的北區場 同時也是我們日本全新陀螺發售的日子 所以我今天是大老遠跑去成品 買的這顆 US08雙輝銀狼380FB 不得不說為了這個新品我真的是 排隊排超級久然後超早起床 真的非常的累 這支影片最快上映我想應該也是週日了吧 那你們應該也會發現今天的場景跟以前不太一樣 沒錯因為這個就是在宿舍拍的 所以等一下實測應該也會是比較隨便一點 那介紹的話也是比較簡單的 我就不會太多廢話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包裝 正面 側面 背面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使用者 各位有看到這個名字非常粗暴的 銀狼角色 這個角色算是來歷非常的大 他是我們主角黑須艾克斯的師父 所以想必他的實力也是非常誇張的強 好那我們就直接先來開箱一下吧 好了各位那以上就是我們封霜銀狼的全部零件 當然他還有附一個灰色拉條的發射器 那個我就不開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陀螺本體 首先軸心是FB 這一顆軸算是讓我覺得有點小失望 目前看起來啦 因為他並不是真的所謂的能夠自由旋轉 而且他把原本B軸中間這段齒輪給取消掉 這樣子的效果就會變成他裝在陀螺上面的時候 是完全不會有任何咖咖聲的 就是真的轉起來非常的順滑 當然也沒有到很順滑 只是就是不會有任何的阻力 這一顆軸他在接上極限掉數的時候 能量消耗會變得比較少一點 持久力應該也是會有所提升啦 但具體打起來效果怎麼樣也還不確定 另外就是跟原本B軸稍微做個比較 其實差別還是蠻大的 原本的B軸它的球體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FB軸就減少蠻多的 感覺支撐力或是原本的B軸比較強啦 接下來吉倫380 這個就沒什麼好介紹 顏色還蠻漂亮的 最後就是我們這顆的重點 也就是它的鋼鐵戰刃 不得不說這個真的超級漂亮 完全就是真的很有銀狼那種感覺 他也是致敬我們初代極地銀狼的轉身陀螺 那整體的旁邊造型其實是比較偏向三枚刃 在衍生出多段的連擊刃 而且它整個攻擊方向其實是有點這樣子 向下的 有點像爆裂是帶卡歐斯的那種打擊面的感覺 而且整體其實是非常順滑的 我覺得它的持久力跟防禦力應該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另外一提示重量方面也非常的不錯 個體好的可以到37克 差一點的也有36.5以上 所以這顆沒意外應該也是能夠上主流啦 不過我目前是完全沒有測試過 只是單純的以它的外型跟重量來做評論 所以還是要等我們等一下測試完再來做結論 除了它非常優秀的上蓋外呢 這一次其實它還有多一個神能力 也就是底下這一圈 綠色的轉輪 整個滑起來的感覺其實沒有到很順滑 但是我覺得以X世代第一顆搭載可動的陀螺來說 算是非常值得紀念的 那這個圓盤的效果基本上就可以抵禦從下方而來的攻擊 並且這個圓盤的造型其實跟它上面的刃的形狀也是蠻類似的 所以它有時候會能夠完全貼合來穩定它的重心 有時候轉動時又能填補住上蓋的凹槽變成純圓形的感覺 好的那這樣就組裝完了 我們的UX08雙灰銀狼380FB 就跟剛才開頭講的一樣 我們今天就不廢話了 直接進對戰畫面 GO 哈囉各位那我們已經來到對戰畫面了 就跟剛剛說的一樣 我們今天的拍攝環境跟條件真的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打陀螺會簡單的打 就打這三顆就好了 都是改造過後的 那每一顆就不計分 都只打兩場 來綜合看一下它的表現大概會怎麼樣 另外因為我們要打兩場嘛 所以我想要第一場用FB軸 第二場改成B軸 看一下哪一邊的性能會比較好 但因為我們這次的實測是非常不嚴謹的 所以各位就大概參考一下就好了 第一場就直接先來比較重點的 魔導神仗360B打這個FB 基本上我就每一場都直接讓銀狼先下了 其實這個FB軸還是滿穩定的 可是論持久度來說的話 可能還是B軸會更好一點 完了你看吧 支撐力相當的渣啊 接下來一樣是打魔導神仗 不過把銀狼換成B軸 這次明顯銀狼的主動攻擊就是比較強一點 可是到尾速的部分感覺神仗還是會比較有優勢啊 好吧非常的明顯 看來這個配置真的不太適合銀狼 當然對手是大魔王神仗啊 所以也不好說 接下來第二場R-Fone 也是對上FB軸的銀狼 FB軸的支撐力還行啊 對上攻擊前脫了啦 這場應該是可以穩穩的拿下 好非常的輕鬆 接下來換成B軸 這場小可惜啊 直接被鳳凰給推出去了 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龍騎士 上次介紹過的5601 對上FB軸的銀狼 我後來想了一下 因為這個龍騎士算是吸收行託 所以我讓他先下好了 這次銀狼算是拉的比較大力一點 其實FB軸剛才接軌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也蠻卡的感覺啊 完了感覺要被吸爛了 好吧完全不行 龍騎士贏超多 接下來第二局就改成B軸 可惜啊 好吧龍騎士獲勝 好各位那以上就是我們UX08雙灰銀狼的實測啦 當然我還是要再重申一次 這次的開箱跟實測是非常不嚴謹的 所以剛剛看到實力也並不代表他真的是很弱 或者是說怎麼樣的 總結測下來我覺得這個上蓋的防禦力還算還行 但這個轉輪到底有沒有實際的作用 我也看不太出來 不過我覺得多少應該還是有用的啦 至少他這個形狀在防暴上是真的還不錯 我們搭配的是這個80高度 可是剛才是完全沒有爆過任何一場的 頂多就是被擊飛而已啦 接下來就是大家可能比較關心的 FB軸跟B軸哪一個會更強一些 我覺得目前來說B軸還是沒有辦法被取代啦 FB真的就還好目前測試下來的感覺 可是他絕對也不會是X軸心啦 可能定位會跟O軸比較像吧 我覺得這個軸之後可能也會蠻常跑在賽場上的 各位也是蠻值得去收的 或是可以來挖掘看看這個軸心比較適合哪一種陀螺 那麼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副頻道點個訂閱APP 反正跟讚喜歡追蹤中國 那我是白昇 各位小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看來 ApostGeek aser-0. voor枇勒 服 bin 我們下次見 sistemas